大家好,2021年2月23日,第四部视频 于茂春,原来是蓬佩奥任国务卿的时候,中国高级顾问 他对中国的这个定性,对美国帮助很大 他就是明确告诉自由世界,告诉美国应该把中共和中国人民分开来看 中共不代表中国,中共不代表中国人民 这个概念提出来之后,让世界各国更好的厘清了怎么看待中共 怎么面对中共 当时呢,也是让中共吓得紧急的对于茂春进行了疯狂的撕咬和打压 因为这直戳到了中共的痛处 中共什么事情都是打着这个14亿人民不答应 14亿人民不愿意,14亿人民惹不得,等等等等 任何他的罪恶都是打着14亿人民作为他的背后的靠山 为了14亿人民的利益来做的,等等等等 这些,这些歪理邪说吧 而14亿人民呢,一直被中共压在身下,做牛做马 反复的欺凌 中共和中国人民的关系就是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 中共是离不开中国人民 但中国人民一时一刻都想着解脱 都想着从奴隶主这儿逃出去 于茂春作为一个中国人,对中国文化有深切的体会 他这个在离开中国之前 一直生活在中国重庆 这个大陆的腹地 对中共 对这个社会的管制 对民众的压迫有着深刻的了解和体会 所以呢 他能一针见血的指出中共统治的软肋 那就是把中共和中国人民分开来看 现在川普政府这个下去 拜登上来 这个很自然的 川普政府的各高官都会离任 这是再正常的不过的事情 但是呢 中国就开始大肆攻击于茂春 说于茂春 不受拜登这个待见 他的这一套理论已经不行了 这一套歪理邪说 没有被拜登所采用 他已经这个没处可去了 其实呢 根本不是 于茂春呢 现在又回到了 担任这个中国顾问之前的工作岗位 哪呢 美国海军军官学校 继续担任教授 继继续从事研究中国社会 中国文化和中国政治的这方面的工作 继续从事这一块工作 同时呢 他还很荣幸的 加入了这个叫做 华盛顿智库 哈德逊研究所 在那里呢 做高级研究员 并同时兼任另一家智库 胡佛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 也就是说 他在任期之中 对美国政府做出了贡献 对美国做出了贡献 也对人类做出了贡献 这个对中国的认知 在余茂春的帮助下 让全球民众 政府得到了 进一步的深化和厘清 所以呢 他的成绩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在这一任政府工作结束之后 既保住了原来的工作岗位 在海军学校 继续做他的教授 继续从事他的研究 韩很荣幸的进入到这两家 智库 担任研究员 这个智库呢 哈德逊研究所呢 是非常知名的一家智库 他是美国保守派的一个 治理来源 是美国保守派的大本营 是美国政治的重要的 这个政策来源地 他能进入这里当研究员 高 而且是高级研究员 我们报以非常高的崇敬 余茂春 干得棒 做得好 那余茂春呢 这段时间也没闲着 就王毅这几天 这个对美国喊话 提出了所谓的红线 也发表了一些见解 我们看一看余茂春 对这个事情怎么评判呢 王毅在中共外交部举办的 所谓对话合作 管控分析 推动中美关系 重回正轨的开幕式上发言 称中美关系要拨乱反正 并向拜登提出所谓三个放弃 这就是中共提的红线 就说是 你这 这几点 你动不得 动了 了不得 动了他也没说是怎么了不得 但是呢 就在隔空 进行这种战狼式的嚎叫 哪三个放弃呢 就是放弃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 放弃对中企和科研机构的各种单边制裁 放弃对中国科技进一步的打压 所谓的三个这个放弃呢 就是放弃关税 不要收他的税了 把中美贸易战呢 川普代表自由世界对中共所取得的成果 让放弃 我觉得拜登现在是在搁置 但是呢 是需要重新厘清 暂时不好脱钩的呢 会这个减掉关税 对这个美国国家安全自由世界有影响的呢 会继续保留关税 这个是由美国需求来决定的 不是你中共喊能决定的 第二个放弃中企和科研机构的各种单边制裁 这个呢 是不大可能的 因为你在那的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就是剽窃 很多呢 成果以及产品呢 应用到中国的军事领域 帮助中共进行邪恶统治 比方说芯片 比方说好多这个可应用到军事方面的这个科研成果 这个一定会继续制裁 这也是做梦 第三个呢 是对中国科技进步的打压 比方说5G 不让你用 因为涉及国家安全 所谓的蓬佩奥的进网行动 他可能会换个名称 换一些换部分内容 相信还会在拜登政府这里继续得以顺言 所以呢 他这三个放弃呢 我替余茂春替他回答的 这个是不可能的 呃 余茂春呢 也对他这些进行了一些这个点评 呃 然后我们看一看余茂春具体的谈话是什么 嗯 余茂春说 王毅说这个话没有任何底线 没有什么逻辑 中共现在面临的问题 不仅仅是美国跟中共过不去的问题 是中共跟全世界都过不去 所以中共现在在世界上没有几个朋友 他所以说这个美国要放弃三点 呃 对中国的不公正的待遇 其实呢 更像是一种贼喊捉贼的道理 余茂春还认为 中共老畅互相尊重 双赢这些调子都已经不合时宜 这和我前几天做的节目一样 美国政府现在不可能回到原来的那个老路上去 尤其是对华政策上 时代变了 让大家认清你的真实面目了 不可能再继续上你的当 而且川普那时候有点短视 没有继承奥巴马那时候既有的对中共的遏制转向 已经是有战略失误 现在更不可能你通过这个对香港事件 对新疆事件 对台海危机 对全球输出病毒 呃 大家看清楚之后 更不可能这个继续这种错误道路 只会加码打压和遏制 余茂春 余茂春还说 中共镇压民众无底线 但其实呢 它是虚弱 这个大家都很清楚 那个 他们的领导人从来不敢 接见真正的群众 从来不敢与民众真正的在一起交流 随时都害怕有人要 拿掉他们的性命 他们走到哪都是 近落寒蝉 表面 互加互为 其实比谁都害怕 经常有的时候连菜刀都需要登记 连这个 一些必要的生活物品 汽油 都需要这个直接加到汽车里 都不准零售 安眠药 毒药 都是严格管制 他们虚弱的很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 在座谈会上也自称 在台湾涉港 涉疆 涉藏等问题 是中共必须坚守的红线 王毅也当时说 目前的中美僵局是川普政府制造的 并重复了习近平与拜登通话时提到的 所谓相互尊重 不干涉内政等原则 他呢 这个说这个话是有点 想替美国把这届政府和上届政府进行切割 那意思是川普犯的错 你拜登呢 就不要理川普那些错误政策和这个国策了啊 我们既往开来继续好好发展 连忽悠带骗 有点这个味道 同时替拜登进行这个切割 你觉得拜登会上这种道吗 余茂春对此回应 这不是说底线不底线的问题 中共政府在香港 在新疆 台湾问题上 根本没有底线 它是无所顾忌 所以我觉得 中共说这个底什么底线 表面上非常振振有词 实际上心里面很发虚 说的太好了 我在这都想鼓掌 真的 我得敲桌子鼓掌 说的太好了 他在这个新疆 灭绝 人类 反人类 在香港上撕毁国际条约 自多年以来帮助中国民众的香港民众的自由 人权 以安危于不顾 大打出手 肆无忌惮地欺压香港民众 剥夺他们的自由 甚至对这个追求人权 维护香港法治社会的年轻学生 十来岁的孩子 大打出手 甚至剥夺他们的生命 哪来的底线 对台湾也是如此 台湾不是不想统一 台湾原来在李登辉总统 以及很多民众都希望统一 但大家需要的统一 是一人一票 全国进行直选的统一 而不是作为你中共的一个下属的一个小自治区 一个矮化的政府 中华民国比你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来的根种描红 那更是中国的这个国统的政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人民选举的政府 有什么资格让中华民国屈居在他之下 你真是厚颜无耻 毫无底线 共产党 我替余茂春补一句 共产党又没有底线 有 它的底线就是什么呢 不可忍受的底线就是 中共的政权 中共一切行为 一切下流卑鄙无耻 践踏人类公知的这些行为 都是为了一个目的 保障中共的政权 也就是保障那几百个家庭 世世代代奴役民众 永永远远过花天酒地 肉池酒林的生活 这就是它的底线 也就是说它要永远当奴隶主 永远骑在人民头上 拉屎撒尿 这就是中共的底线 卑鄙无耻到了极点 说这儿就有点情绪失控 接着说新闻 余茂春还说 大面积的窃取 美国的商业机密 阻止全世界 查究疫情源头 对中国境内外 民主进步人士 这个公民记者 自由言论进行打压 这不是中国的内政 这都不是中国自己的事情 这是全人类的事情 而且很多事情涉及到各国 因为疫情是全世界在受害 对吧 窃取美国的商业利益 这是中国内政吗 窃取欧洲商业利益 窃取欧洲的知识产权 这是中国内政吗 这怎么能是中国内政 这个民运人士 这是言论自由 争取人权与法治 这是普世价值 怎么能成中国内政呢 你从你们家 打你们家的老婆孩子 你试一试 警察管不管 那你说你是内政 警察你把你老婆杀了 警察不管了吗 有这种道理吗 所以说 中共要让别人尊重 他首先得尊重国际上的基本法则 中共政府在周边国家 在全世界做的事情 都是跟国际基本标准不符合 中共现在就是说的好听 做的 他原词是用的下流行为里边 原词用的糟糕 我替他说 做的下流 同时 中共还利用了这个 在中国经商的这个商业批准 绑架国外的企业和精英 他就是什么呢 余茂春这意思就是什么呢 中共呢 就是拿着商业利益来吸引各国政府 还有各外企财团 你要想在中国投资呢 就得替中国说话 对中共的这些为非作载呢 视而不见 否则呢 我就不批 你就没想来中国挣钱 我希望以后各国呢 就是该挣钱挣钱 但是有一些钱呢 真的该放弃放弃 不和中共做这个生意 中共自己会来找你的 中共离了世界 他玩不转 虽然他号称一直在做内循环的各种准备 要求在各个领域 所有行业都要能够做到自给自足 有自己完整的产业链 他是做的也不错 在这一点 那个有什么说什么 但是他很多都是一些相对低端的 那个尤其是在高端和核心 关键领域 他离不开世界 即使是低端循环 他只能是让这个民众在一种低的生活状态下 维持一个最最基本的一个保障 但是中共特权阶级 他花天酒地 世代享受已经习惯了 他接受不了没有外来这个商品 没有外来享受的这种日子 你让高层用国产药 他敢用吗 你让高层的孩子打国产疫苗 他敢打吗 你让他们不买世界名牌 他们乐意吗 你让他不看美国电影 不看这个世界的这种新奇 发生的各种娱乐设施 他能乐意吗 你不让中共的这些子女去海外花天酒地 挥霍赃款 他愿意吗 你不让他的家属到国外 这个规避风险 把他们都关在中共这一个笼子里面 让他们蛇鼠狗猫互相撕咬 他他放心吗 他敢让他自己在这撕咬 他的子女陪着他在这撕咬吗 他不担心他的政敌把他们家一窝端吗 他都说不懂 所以呢 世界呢 忍一忍放弃一些东西 中共没有那么可怕 他的利益也没有那么诱人 所谓14亿里面真正有购买力的并不多 而且大多数都是中共阶层的这种附属 嗯 也听中共的话 其实很多商业利益 就是一些水中花 静中月 可能外国更看重一些中国 这个血汗工厂所提供的一些中低端的一些商品吧 但是这真的是希望各国政府和人权组织 还有民众能够本着良知的这种出发点来考虑 这你用的很多价廉物美的东西上面 你摸一摸都有中国人民的血汗 真的有血有汗有泪水 那都是被中共残酷压榨换来的商品 给你们的价格低廉 但是这是由奴隶们的血肉生命换来的 嗯 希望本着良知 这个结束这种状况 世界离开中共也一样 世界产业链从速也没有问题 嗯 还有我看余茂春 还有他文章也很长 对他的节度也很多 嗯 基本上就是如此吧 其实呢 很多是这个 这个视频呢 是讲余茂春 这个 在 离开这些政府之后 有着良好的归宿 中共对他的歪曲 报道是虚假的 余茂春进入了美国的更高的这个国家智囊 嗯 我们对他表示祝贺 然后呢 王毅又恬不知耻的代表中共 向美国喊话 希望能取消关税 取消对他的产品和企业的打压 取消对中国的这种 这个科技的这种禁运和交流 嗯 嗯 余茂春进行了点评 指出他是 无耻 无底线 嗯 中共呢 就是非常的虚弱 其实呢 他所说的 他们自己的 所作所为 更是卑鄙无底线 嗯 他已经影响到全球的安危 嗯 我在那 这里面呢 也做了很多 这个插画和解读 嗯 呃 代替于莫春说了很多话 这个 大家 嗯 希望有更多的真知灼见 我们一起交流 好了 拜拜 拜拜